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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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啊来到了这个宁夏菜 接下来就好好尝尝这个宁夏菜 看看有没有当年的那个味道 期待一下 I betend I like it so fine I haven't been losing sleep 烫面打油箱 这东西啊有我脸大吗这个 应该是回族特有的一个美食 本来其实就是油饼 但是呢 在他们那个语意里面就叫油箱 这炸油箱 不像宁夏那边的回族人做点 虽然说 没有 口感不错 但有点太薄了 也许他是想让我往里面塞这个青椒 这块羊肉吧 也行 对 嘴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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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过分了 好吃是好吃 有点太狼狈了 以前在宁夏支教的时候 那个油箱都是比较厚的 然后有点死面的那种感觉 这个有点像薄薄的一层啊 虽然口感不错 但是好像不是很正宗的样子 这炒灰肉像极了我们宁夏的学校中午饭了 只过我们那饭是没什么肉的 它这个里面肉挺多的 咬着嘴了 羊肉挺大 稍微有点柴 稍微有点柴 但我觉得我这根红柳的味道太粗了吧 明显我这根更粗吧 没有 其实差不多 白切羊脖 看着跟那血糖似的啊 我想到肉还真不少 这羊脖挺良心的啊 吃这么半天周围一圈全是肉 好 朋友 你是九龄后 你需要养生吗 干了这杯枸杞灰 哈哈 喝不住了 路远走过去一直看着我 明夏人喝什么呀 是应该喝八宝茶 枸杞水只是小意思 还得喝八宝茶 这两溜 这个八宝茶是八宝粥吗 不不不不不不 那不是就成八宝粥了吗 八宝茶是什么的 肯定得有芝麻粒 玫瑰花 草 甘草枸杞 拌点仁 拌点仁 五日山楂 碗蒸羊羊肉肉 整个生的这个肉啊 羊排之类的堆在碗里 然后一起上锅蒸 和什么姜啊这些料 没有其他的调味料 全是本身的羊肉的味道 然后这个羊 因为是宁夏摊羊嘛 特别的嫩 而且没有什么沙味 就是你会感觉它上面 好像挂了一层鸡蛋的糊一样 但实际上没有 它只是这个羊本身的油脂猫果这一层 唯一的缺点就是羊骨头太碎了 太碎了全是小羊骨头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羔羊 羊羔肉 吹果哨那个 这种就叫羔羊 它们有三大做法 爆炒羊羔肉 清炖羊羔肉 和这个玩蒸羊羔肉 我们现在来到了著名的史家胡同 这里面有个史家胡同小学 应该是北京市特别牛的一个小学 当然了这个没能上得起这小学 在胡同里生活吧 就感受不到马路上槽达的声音 特别的安静 则日不如撞人 那我们就去史家胡同博物馆看看 里面到底都有啥 tropical summer criczy 舞 how far 数年都没了 大小哎小金鱼來 哎 爬 removed 海 嗨 嗨 嗨 刚才那堆叫卖都是比较传统的 现在的早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叫基本上就是这个 擦有眼睛 兴朝内81号 这个宅子据说是什么京城什么几大鬼宅之一 但是我是一点没觉得 因为我以前就在后面的这个建筑里面上学 上了六年的学 看了六年 那个时候就没有说完说这里面是凶宅 我就天天看着这个建筑和旁边的建筑都不一样 有很多探险的人到这儿来探险 朝内81号后来还拿它当了一个电影的题材 但是自从这个像清真寺一样的建筑出建以后 这个鬼肯定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赳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